文思秀这三个是《华严经》里面讲的 《华严经》里面讲 文所得的智慧 思所得智慧 修所得智慧 《华严经》就讲三个智慧 文所得的智慧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听闻佛法所得到的智慧 叫做文所得 然后死所得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思维 通过我们自己的思考 所获得的智慧 叫做死所得智慧 然后通过我们自己大作 大作修心所得到的智慧 叫做秀所得智慧 就这三个智慧 是不能没有的 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需要有文思秀 需要有这个文思秀的智慧 这样子才能够解决我们的圣老病寺的这个痛苦 希望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就花一定的时间 适当地安排一些时间来文思秀 我们又不文又不死又不秀 那这样子我们学什么佛呢 根本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文不死不秀 所以最后就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佛法是什么 不知道佛法是什么 那正法 真正的佛法 我们不知道正法是什么 然后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正法是什么 这样子的时候呢 然后太多太多的写法 邪法就是这个邪恶的 很多加毛的 很多的猫虫的 这样子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最后 最后就是没有正法 正法 文思修 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谁也不去讲 谁也不去学 谁也不去秀 然后这些加毛的猫虫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以后呢 然后我们把整个的佛教徒 整个的佛教徒都以为这些些法 就是佛法 我们认为最后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才是佛法 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然后正法就慢慢慢慢的淡化 最后就没有了 最后就没有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有一点点佛教的知识 这样子的话 那真是什么 家是什么 我们不需要去闻 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去编辑 真正的佛教徒应该去做什么 什么是整法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自己会知道的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这样子的知识 我们的佛学的知识 佛学的这个基础特别特别的差 所以我们不知道真是什么 家是什么 不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学佛的佛教徒的这个观念 观念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迷信 有太多的迷信 佛教它本身不是迷信 但是因为我们不学习 最后把我们的所有的迷信 最后我们以为这个是佛教 然后外面的人 社会上的人也觉得 最后就也觉得 这个就是佛法 佛法就是这样子 对于这样子以后 我们的佛法不能利益众生 也不能利益自己 不能自利益他 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现象 所以我们要学习 要学习 要修心 这个非常的重要 文思秀 这样子以后 我们才能够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这个我们这几天 我们每天都在讲 出家人也要好好的学习 光是眼睛 光是会上这个早晚的课 根本就不解决任何的问题 这是念念经而已 念经 凡是人是子的人都可以念经 这个不是出家人的专门的功课 出家人应该有智慧 应该有文思修行 出家人也得要努力 然后我们其他的居士 也要好好学习正法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佛教里面 能够找到智慧 能够找到慈悲 最后我们自己有很大的这个收获 所以大家要努力 不能弥心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大家都没有智慧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智慧的时候 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加毛的东西 大家都没有智慧 没有辨别的能力的时候 然后才有很多很多这些邪恶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贼是什么时候进入房子呢 进入我们的房间呢 就是没有光的时候 没有太阳的时候 就是夜间黑暗的时候 就进入别人的房间 偷东西 贼就是这样子 然后百天大家都看到的时候呢 贼一般都不会进入房间去偷东西 同样的 我们大家都没有这个智慧的时候 任何一个地方 就是没有智慧的地方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冒充的东西 假的东西 这就是在 贼就是称这个黑暗的机会 一样的 如果我们大家都有智慧 有学习 那就不会有这些 不会有这些邪恶的东西 所以大家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 是相当的重要 希望以后我们各个地方的这个佛教徒 学佛的方向不能错 学佛的方向不能错 一定要知道学佛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知道学佛是什么 目前我们很多人 连学佛是什么都不清楚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大家要学习修心 这确实很重要 大家要学习よし 放开就会